大家好 今天是12月7日 我們看看今天上升的板塊裡面 其實有一個不升的板塊就是銀行 這個比較上面是比較難以去理解的 因為今天降準 即不是今天降準 即是宣布降準 理論上應該對銀行是好的 那為何銀行是不能上升呢 即是說我要看看上升的動力 是不是可能有不足之處